色界假戏真作?时隔多年梁朝伟亲口回应,汤伟回应更让人脸红。 虽说电影色界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,但每当谈起这部电影时,总能让人津津乐道,谈的不光是这部戏有多么大的尺度,还有吃瓜群众一直想知道的是否假戏真作。 网上传的最多的就是,据说梁朝伟和汤伟拍完之后,两个人抱头痛哭。 所以才有了这部电影的成功。有网友怀疑肯定是假戏真作,而且还煞有介事地说出了理由。 梁朝伟和汤伟的表情动作非常自然,连贯,应该是连续拍摄后再剪出来的。 看看梁朝伟那么自然地从汤的上面抚摸到下面,应该不是李安刻意倒的,而是自然的体现。 演员的表演非常地投入,汤伟的脸部甚至可以看到高潮的表情。 出演李安导演的电影已经是很高的水准,但是出演色界还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美,第二个当然是愿意脱。 汤伟评级自己独特的气质有了这次出演的机会,当然汤伟身上的东方古典美人的气质曾经迷倒众人。 这部电影也让汤伟成名,但是影片中大部分的激情戏十分的露骨,影片中的全裸出镜更是让汤伟男友朱与陈难以接受,最后两人选择了分手。 虽然汤伟那时候只是新人,但演戏确实可以,观众看了那么多遍都没找到什么破绽。 不过十年后,影帝梁朝伟终于开口了。梁朝伟称,在身体相互碰撞的时候,得确如假戏真作。 床戏尺度太大,承受的心理负担太大,他当时无法克服心理障碍,看得出他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很多,汤伟因为压力大,拍这部电影的时候边拍边哭。 这部电影拍完之后,三人都生病了。 而汤伟的回应更是一绝,汤伟称,我们只是在做生孩子的事而已。 没想到作为文艺女神的汤伟,说起话来,是如此的一针见血。 男女主演表示拍戏的时候十分尴尬,当时只有演员还是导演跟摄像师四人在场。 梁朝伟表示这部戏给他带来很大的阴影,至今都给他带来无法克服的心理障碍。 汤伟如此敬业,所以采取得了今天的成绩,而在看看现在的小鲜肉,用替身,那是没法比的,所以拍的片子很烂,他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电影。 我们应该感谢汤伟梁朝伟,喜欢他们就支持他们吧。